很多人有钱舍不得花 没有花去给这个社会上 需要被支持的正当的行业 有些时候没钱的人 是因为你把钱花错了 不是你真的那个权 谢谢你收看 周思杰的人生投资学 如果你经常收看这个频道 应该会发现 我常常提到金钱 各种不同的角度 可能跟我们平常想的不太一样 那如果你看了 我相信你也会觉得 我的分析其实是很生活 很有道理的 那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 跟金钱有关 好 请你注意听 今天的主题是 想变有钱就要重新认识钱 好 首先第一 钱不用也会变少 在家庭之下 你一定会觉得可能吗 我都存起来怎么会变少 好 我们来想象一下 中国人是不是喜欢把水 比喻成财富 对吗 我们来想想 我有一杯水就放在那里 我都不喝 时间久了它会被蒸发 会嘛 对不对 好 就像我们香水打开了 纵然你不用 它其实慢慢慢慢也会挥发掉 所以你的钱都不用 你就会变成死钱 你会变薄 因为每一年都有通货膨胀 对吗 尤其这几年疫情的关系 每个国家都是高通货膨胀率 所以钱不用它也会变少 所以今天我们要提供给你的是 该花就要花 有些时候你反而必须给出去 它才有空间再进来 这个原理很像什么 我们搭公车 我们搭高铁 是不是到站了以后 我们应该让车上的人先出来 它才会有空间让我们上去 对不对 而不是说车一来我赶快进去 所以很多人都只想着 我要进账 我要多赚一点钱 你忘了 宇宙之间自然有它的流动 你必须先给出去对的 你才会有空间流动进来更美好的 所以再度提醒你 钱不花也会变少 好 第二个提醒 花钱的格局决定了赚钱的格局 很多人都没有发现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上班主 你说我每个月只有基本的工资 我当然要省省的花 我认同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是每个人的收入不同 我们要过的日子也不一样 但是现在如果你是一个 希望美梦成真 希望自己的收入变高 那么希望自己能够开创事业 拥有足够的财富 如果你是属于这种人 那我就要奉劝你 要注意你是怎么花钱的 不要怕花钱 只要你把钱花对 它都会带回兄弟姐妹 那现在我要举一个很生活的例子 它不是赚钱 但是它是属于你想要的收入 我有一位闺蜜跟我一样超级爱学习的 她说她去参加了一个团体 学费也是蛮高的 那因为大家同窗之一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就会彼此认识 那她发现有一对夫妻 他们在募款 她虽然不是赚钱 但是她依然是希望人家能够捐钱给她 那这一对夫妻在班上当然就发了DM 那来不打 结果我的闺蜜说 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就捐钱 那你知道什么人交什么样的朋友 我的闺蜜跟我一样也很慷慨 所以她就说 师姐我就当下看了DM之后 我直接找她 我发现说他们的年费 一年两千多块 我就捐了 然后他们还卖了一个产品 一千多块 所以我当下就掏了三千多块的现金给她 我的朋友说 如果你之后还有资料就请给我 或许我可以考虑用我公司的立场 长期暗月的来支持 那这是一件美事 而且她说她发现全班 好像只有她当下掏钱的 好 结果同窗请已一段时间 那有时候大家都会不答说 各自有什么活动 总是希望同学有空的来共享盛举 那她说有一天 我这个闺蜜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那在课堂上不答 那老师也都非常认同 那就有一些同学报名要来参加 结果这个活动的前一天 她还跟这一对夫妻 同一组上课讨论 这一对夫妻自始都没有任何的表示 然后甚至大家都知道 明天我这个闺蜜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她也没有开口跟她说 我虽然不能去 但是祝你活动成功 都没有 那我这个好朋友她说 她很感慨 因为当你一个人的格局 你是要去募款 那是不是你的心胸要很打开 你也要去关心身边的人 对吗 那人家曾经对你释出这么大的善意 那这么大的事情你完全知道 然后你们都没有任何的表达 于是我这个好朋友就跟我说 老师难怪她募不到款 因为她在课堂上说很难募款 那其实很难募款有两个可能 一个真的是时机的关系 一个是你主事者的格局 如果不够 你的善意没有流动 你永远只想要收入 而没有给出 你的机构也做不大 这里我要再度的强调 我们花钱的格局 决定了赚钱的格局 所以不管你是世俗的收入 还是你是一个大机构 需要很多人支持 永远记得给出对的 好的才进得来 而不是在那边一直等 等我有了我再给 这是虚伪的不对 大家要去注意 接着我们就讲到 金钱还有一个很重要 你要重新去认识她的 请你记得四个字 荣耀金钱 我曾经在我很多的集数里 有提到 如果你想要看看 思杰老师对金钱 有一些不一样的观感 你可以去看我们YouTube的 第19 第26 第28集 相信会有一些全新 让你对钱的认识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荣耀金钱 我要举一个大家 比较没有注意的角度 偶尔我们会透过新闻事件 看到有人争产 对吗 这个长一辈的人刚刚往生 甚至还在办丧事 后代就大打出手了 为了要争遗产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到 钱它是有正义感的 金钱它是有灵性的 他只会想要跟在他主人的身边 所以万一我们是很幸运的得到遗产 你一定要荣耀这个金钱 什么叫做荣耀金钱 就是让这个金钱原来的主人被记得 所以你有没有看过 有些人继承到了一大笔的财富 他会去捐献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荣耀真正金钱的主人 也就是说你要善用这个钱 那很多人不知道 就觉得有钱乱花 或者说有一些很奇怪的价值观 最后你就会发现 那些真的你死我活的人 往往那些得到的钱 后来都没有被善用 甚至还变得都没钱 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所以要怎么荣耀金钱 也就是钱 我们要花出去 除了懂得适当味道自己之外 我们要去支持社会上的正业 什么叫做正业 正当的事业 我看过很多人 明明很有钱 明明也想花那种钱 可是他舍不得 因为觉得要花那么多钱 但其实那是一个社会上 很正当的事业 应该要被支持 好 我先从一般生活的角度 举几个案例 比如说我在高中 有一位教导我的导师 他人很好 我们都很欣赏这位老师 但是他有一个价值观 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在课堂上 他就公开的批评 他觉得为什么要去打高尔夫球 他觉得莫名其妙 干嘛花那么多钱 高尔夫球的原理不就是散步吗 那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他觉得很奢侈 比如我有听过一些人 他会批评 干嘛那么奢侈 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什么名牌 买什么一个薄金包 一百八十万 甚至几百万的 莫名其妙 根本就是太奢华 可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如果你就是那么有钱 你把这个钱花出去 买了名牌 它虽然很贵 但是它之所以能够那么贵 还可以风靡全世界 可能它卖的是它的历史 卖的是它的材质 它的做工 它一定有它对等的原因 所以能够成为名牌 对不对 那这个世界上有钱的人都不花 我觉得你也没有尽到金钱 该有的流动的责任 对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花钱的世界 只要是能力范围内 想花的 或者去支持一些更高级工艺 那么更有创造力的这些艺术 其实我们不能说它是奢侈 我只是希望大家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看 这也是一种荣耀金钱 好 那现在回到 我常常在演讲里 发生过的一些事件 比如我曾经听过那个很困难 就是金钱方面 一直都陷在困境里的人 然后来听了演讲 结果他的朋友很着急 他说你一定要上课 因为思杰老师对金钱 很多的概念 其实是很健康很好的 可是呢 他们舍不得来 虽然没钱 可是他可以去玩线上游戏 最近才输掉一两百万 但是他没有钱花区区几万块来上课 找出怎么样去解决困境 所以各位 有些时候没钱的人 是因为你把钱花错了 不是你真的那么穷 还有一个案例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有一位医生娘 她一样来上我的课 然后有一天他带他的好朋友来听我演讲 他说老师你要帮帮他 这个人已经自杀了好几次 然后被救回来 所以他非常需要上你的课 结果他听了我的演讲 我的演讲很特别 他是整个下午分两节课 加起来大概三四个钟头 他说四杰老师 他听完你的演讲 他舍不得花那个钱 其实他是有钱的 可是花个三万块来上个三天的课 还包含吃住 他舍不得花 所以怎么办呢 四杰老师你救救他 那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带他来公司 那你就私下辅导他一下 说不定你跟他讲一讲 也许他就报名了 我说对不起 我不能这样做 我说一个人 他的习性是很难改 你已经困难到 愁苦到要自杀了 然后朋友带你来听演讲 你觉得也是有道理 可是你不舍得花这区区的几万块 然后却要我私底下免费的来辅导你 然后再来看有没有可能 你会报名 我说这个虚伪不对 我说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 你只能劝他 你又不是没这个钱 那你为什么有钱不花 你完全辜负了钱对吗 所以举这些案例是 我常常看到社会上 你说没钱 我还可以理解 很多人面子问题 很难关腰去筹钱 可是你明明有钱 甚至很有钱 然后你都没有去找答案 因为学习这个行业 也是社会上的正业对吗 它是一个很正当的行业 然后你有困难你不花钱去找答案 你宁可这样省钱 让自己痛苦 可能会买到教训 所以这都是让我很感慨的地方 曾经我有一位工作伙伴 他是在我创业的第一天就进来工作 那上班了十多年之后呢 他因为生了孩子 必须全职的家庭主妇再离开 所以在他要离开公司之前呢 刚好他有一位亲人 非常的帅 一表人才 大概三四十岁 那么收入很好 是在高科技公司上班 因为跟公司打官司 所以心情很郁闷 那么我这位工作伙伴 就带他来听我演讲 那其实听了呢 他也是觉得不无道理 可是因为你知道 高学士的人 尤其是男人 他总是认为 我知道我知道 那么我的这位工作人员呢 就一直鼓励他要进来 那同样 他是有钱的 可是他还是舍不得 花这区区的学费 结果呢 让我们很心痛的是 没有多久 竟然就烧炭自杀了 然后呢 留下了太太 还有孩子都还很小 所以我常常觉得 很多人有钱舍不得花 没有花去给这个社会上 需要被支持的正当的行业 我觉得这些人 你都属于完全没有荣耀金钱的人 总之这个世界是多姿多彩的 我们上班族赚的不多 有多少能力花多少钱 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 你的生命格局是要开创的 是希望拥有更大的财富 那你就要记得荣耀金钱 要把金钱去流动 流到对的地方 除了增加自己的技能 知识 智慧之外 也是支持这个世界上 各行各业 很突出的 很正当的行业 这个才叫做荣耀金钱 现在我们就来回顾 今天的重点 那就是想变有钱 就要重新认识钱的三大重点 第一 一 钱不用也会变少 第二 花钱的格局 决定了赚钱的格局 第三 荣耀金钱才能钱滚钱 如果你听到这里觉得 其实蛮有道理的 请记得要去分享 那如果你觉得 在金钱的世界里 你有一些疑惑 不知道可不可以 跟思杰老师单独的 一对一请教 那就请你点进去 我们的资讯栏 在那里我有个案咨询 又或者也欢迎你来上上 我们的线上课程 人生地下帖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喜欢我的影片吗 请你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